如果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剛剛提到就是只要刷一下 三個一起給我的話 那你要怎麼處理? 刷一下的話呢 可能你進來的就是 雖然是一個引數 但是裡面會有三個資料 那在以上裡面是大瓜糊 大瓜糊、豆點、隔開 會有三個資料 那你要怎麼切割呢? 一般我的習慣會先把這個陣列先丟給一個A 這個A怎麼敘述第一個資料呢? 它會有列 會有藍 那Sales剛剛也是先列在藍 這個概念跟Sales很像 如果你要抓第一個的話就是A 瓜糊1-1 它就會抓到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的話就是第二 第三 所以第二個的話就是A 瓜糊1-2 一字三,一字類推 那寫法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把剛剛的那個方法改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寫完的那個VBA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個拿來複製 Ctrl-C,Ctrl-V Ctrl-C,Ctrl-V 或者你用拖拉也可以吧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 手機 改成範圍好了 比如說我希望來源不是三個喔 是一個就好了 那我這邊把它改成手機範圍 那這個改了下面記得要改 因為你Return給誰呢 誰去接呢 一定要這邊也要改 因為之前有同學 改了上面忘了改下面 那他就漏接 回來就0 因為抓不到 那這邊的話呢 後面三個參數呢 我就直接給一個 就是叫電信業者 叫電信業者範圍好了 那這個時候他就知道說 那我就刷三個給你 你自己再去切 那我要怎麼去切齁? 第一個我就Enter一下 把這個剛剛的手機業者範圍呢 我先丟給一個A好了 A等於什麼呢? A等於電信業者範圍 這個先把它丟給他 我複製貼過來 然後呢 他就會 A就會接到三個資料 那我要怎麼抓第一個呢? 就是A刮弧E一列的一欄 OK 第二個的話 區碼實際上就是什麼呢? A刮弧 第一列的 他那個範圍裡面的 第一列的第二欄 所以你把這邊改一下 第二欄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A1-3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引用很多個 結果以後人家就刷一下就好了 或者刷很大範圍也可以啦 刷完之後 你再幫他給他一個結果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試一下 基本上呢 最大的差別 把它輕 這個Ctrl-Shift向下 先把這個範圍先 重來一下 插入函數 如果我要手機範圍 剛剛不一樣 三個嘛 現在不用 刷一個 刷一個什麼? 三個一起進來 有沒有發現 大瓜糊 三個資料 那我就會丟給那個A A再做切割 切割之後 就放在指定的位置 這樣就OK了 好處就是 如果你藍位很多 假設大於3的話 那以後的話 就只要什麼 一個 按確定 自動向下填滿 這樣OK 會更簡單一些些 所以這個答案呢 在講義的第30頁 在下面那個 所以有Function部分 那今天的話 主要就是開個頭 那這個 當然也是需要消化跟吸收 還有 除了會之外 特別注意 還要熟練 因為後面 蠻多地方 都會用到這些東西的 那請各位 回去的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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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